支持者送上鳳梨蘿蔔 郭董洗拿好彩頭 郭台銘23號下午現身 台南黃昏市場 人氣轟不讓 職工賴清德本命區 还积极拉拢南淫中南部敏代 让受困新北的侯友宜 莫可奈何 郭董市长在产经业 不但具有一个代表性 更重要的 开热爱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大家面对爱国 都愿意尽一分心理 积极拔装公事不断 前几天首场主委座谈会 郭台銘更大胆抛出两岸主张 只要国民党 甚至用我来当选 我用一切军机就不会来 你是国家独立 你就不要 我们就是中华民党 大谈两岸和平相处之道 让绿委王定宇怒批 简直比草包还恶劣 郭董市长的这个迟早堆砌 已经没有办法去相称于 他现在成为总统候选人的这样的水位了 他应该要很直接的直求对决 告诉国人 共激不扰台 他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到底是不是承认了北京所有的条件 挺郭挺侯派也各执一词 郭董的讲法 我们尊重 我们尊重 谢谢他这么有信心 他这个话的意思是 表示他自己非常有自信 他有沟通各个地方的人力 国家领导人事实上的确有需要 有这样的人力 决战2024侯友宜苦等征召 郭台铭积极出击 郭侯都想当国民党最强人选 进行我黄宣恋志豪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